今天为你解读情商 副标题是 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美国伊利诺伊州 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 实验人员在多所高中抽调出 成绩最优秀的80多名学生 发现他们在毕业十年之后 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人 在职场还处于顶尖水平 对长春藤联盟学校的多次调查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学校考试分数高的学生 未来在工作与生活当中 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成功 这个研究结果 和我们日常的印象有点类似 那就是很多高智商的优等生 在职场并不如在校园风光 反而是看上去智商平平的学生 在校园生活中如鱼得水 毕业之后事业蒸蒸日上 最后甚至成为了前者的上司 那为什么智商高达160的员工 在为智商只有一百的老板干活呢 心理学家和我们同样疑惑 那这本书的副标题给了我们答案 作者告诉我们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情商的作者是丹尼尔·戈尔曼教授 他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 曾荣获美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 但是呢这本书并不是高深莫测的学术理论 他在普通读者当中也大受欢迎 他一经出版就成了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 随即横扫全球畅销十年 销量超过千万册 本书在教育界和企业管理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把情商这个概念普及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帮助我们获得阳光的心态 缔造和谐的关系 享受幸福的人生 那接下来呢 我用两个问题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个问题 情商是什么 为什么说它比智商更重要 第二个问题 如何提高情商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 情商是什么 为什么说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智商这个概念呢 我们都比较熟悉了 它指的是智力商术 简称IQ 是衡量智力的标准 情商跟智商相对 它指的是情绪智力 简称IQ 是管理情绪的能力 它决定你其他方面心智能力的表现 包括智商的发挥 以前人们通常认为 智商是衡量人类潜力的唯一标准 智商低的人总是命运悲惨 而智商高的人往往是人生赢家 但是在1983年 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 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 推翻了智商等于成功的论调 加德纳认为 成功的关键 不止取决于智商这一个心智能力 而在于多种能力的组合 其中就包括管理情绪的能力 那接下来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 开始得出相似的结论 其中最知名的是心理学家 彼得·萨洛维和约翰·梅耶 他们在1990年的 他们在1990年的论文当中 提出了情商这个概念 并且给出了情绪智力的详细定义 但是他们的观点 只是在学术界引起了注意 却没能进入大众的视野 1995年 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受到启发 写出今天说的《情商》这本书 这才让情商这个概念 传遍世界 变得家喻户晓 戈尔曼因此也被誉为是 情商之父 那为什么心理学家 会逐渐意识到 情商比智商重要 这跟科学对人脑的进一步认识有关 大脑的模样 外表充满褶皱 长得像个灯泡 但是实际上呢 大脑分为好几层 是从里到外发育进化而来的 最原始的部分 长在最里面 包围在脊髓顶端 我们称之为脑干 主要功能是维持生命的 基本功能和新陈代谢 环绕包裹着脑干的部分 我们称之为边缘脑 这部分主管感性的情绪 我们的喜怒哀乐 都是受到边缘脑的控制 那最外面的一层 才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勾回 因为它最晚才发育出来 所以叫新皮层 它主管理性思考 帮助我们做出决策 上世纪90年代以前 科学家们一直认为 人们在接受外界信号的时候 大脑是从外到内进行传输的 也就是说 信号要先到达新皮层 进行理性认识 再到达边缘脑 进行情感判断 那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看到 蟒蛇会害怕呀 过去就认为 视觉信号先从视网膜 传到新皮层 新皮层通过理性判断得出 这是一条蟒蛇 然后再把信号 传到负责情绪的边缘脑 从而引发我们的恐惧 但是这种解释 后来证明是错的 在90年代初 神经科学家 约瑟夫·勒杜克斯 提出了新的观点 他通过动物实验发现 虽然大部分信号 按照传统的老路 从新皮层通往边缘脑 但是呢 还是有很小一部分 原始信号会超进到 以更快的速度 直接传输到边缘脑 所以我们看到蟒蛇之后 根本不用思考和理性判断 就会直接被吓得 一蹦三尺高 那正因为信号会超进到 所以感性情绪 很多时候比理性认知 产生的更快 人们常常都来不及 过一下脑子 就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 有时候呢 在工作当中 我们不假思索 就出口伤人 冷静下来 才发现对方也有道理 在生活当中 我们总是先对家人 大发脾气 回头想想 才意识到 这些事不过是鸡毛蒜屁 失控的情绪 也会伤害我们自己 比如赛场上 经常有顶级的运动员 因为心态失衡 导致动作变形 再比如公认的学霸 大考关头 因为过度紧张 最终名落孙山 这些呢 也都是因为情绪 压倒了理性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控制情绪 降低损失呢 答案 就内运在情商之中 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 如何提高情商 作者把情商定义为 五个方面的能力 分别是 认识自身情绪的能力 妥善管理情绪的能力 自我激励的能力 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 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详细讲 我们先讲第一个能力 认识自己情绪的能力 这是情商的基础 只有先认识自己的情绪 才能谈得上 管理自己的情绪 甚至影响别人的情绪 作者认为 认识自己的情绪 不只是体验情绪 还要随时觉察到情绪的发生 那这么说呢 有点抽象 咱们来讲个故事 日本啊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一位好斗的武士 质问一位禅师 让他解释 什么是极乐世界 什么是地狱 禅师就斥责道 粗鄙之辈 何足论道 武士啊 就认为自己受到侮辱了 暴跳如雷 拔出长刀 吼道 如此无礼 我杀了你 禅师平静地回答 这就是地狱 武士顿悟 他意识到 原来禅师所说的地狱 就是自己愤怒的心灵 而这种失控的情绪 差点导致他犯下了杀人的罪行 于是他平静下来 收刀回撬 向禅师鞠躬 感谢他的点拨 禅师笑着说 这就是极乐世界 同样是愤怒 当武士仅仅只是感到愤怒 就想拔刀杀人 而当武士认识到自己被愤怒控制 才会收刀回撬 你看 当情绪产生的时候 是否觉察得到 只此一念之差 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分别 但是呢 很多人在处理情绪的时候 往往容易走向极端 第一种 是被激情吞没 导致行为失控 书里写了个案例 说的是 美国有位成绩优秀的高中生 仅仅因为物理老师在测验中 没有给他想要的分数 他担心 这会影响到自己考上哈佛 于是拎起菜刀 就冲进办公室 砍伤了老师的锁骨 这就是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典型 他们因为意识不到自己的情绪 所以也就无法摆脱 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最后失去理智 另一个极端 是忍受绝望 最终导致抑郁 这种人啊 跟上面的事完全相反 他们逆来顺受 在成绩不理想的时候 他们不会抄起菜刀去砍老师 而是选择呢 回到家中 关起房门 自怨自艺 并且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沉浸在这种消极的状态中 无法自拔 作茧自负 显然 这两种处理情绪的方式 都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怎么认识自己的情绪呢 作者给了一个方法 叫做自我意识 顾名思义 是要持续关注 自己内在的心理状态 保持内行 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情绪 你就会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 就像上面那个案例中 如果高中生意识到 愤怒对自己和他人 都会产生危害 就不会做出极端行为 人在愤怒的时候 其实拥有很多选择 他可以选择去操场散散步 找女友诉诉苦 也可以是找老师谈谈心 说说自己对学业成绩的担忧 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 世界上原本有千千万万条路 完全没必要举起菜刀 来报复老师 更进一步的方法是 你可以用语言文字 来表达你的情绪 把情绪说出来 或写下来 这个动作本身 就可以帮助 主导理性的心皮层 接管主导情绪的边缘脑 你可以试一试 比方说在生气的时候 感受一下自己的怒火 尽可能平静下来 说一句 我现在真的很生气 你会惊讶地发现 刚才那种滔天的愤怒 立马平静了不少 如果你还能具体说说 自己因为什么生气 那用不了多久 这种被愤怒绑架的感觉 就会烟消云散 把情绪写下来 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些情侣吵架的时候 会把当时愤怒的想法 记录在日记本里 心情就会缓和一些 过段时间再翻出来看 不仅不生气 可能还有点好笑 那说完认识自己的情绪 我们再来说一下 高情商的第二种能力 管理自己的情绪 我们要怎么制止愤怒 舒缓焦虑 管理忧郁呢 作者提供了三个办法 第一种办法 是保持心态开放 举个例子 假设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有辆车从后面抄过来 差点撞到你了 你很愤怒 认为对方是在故意挑衅 那要是这么想 你很可能会骂起脏话 开始跟他飙车 但是高速行驶 反而会给自己和车上的人 带来危险 但是如果你保持心态开放 就会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你可以想 这个人开这么快 是不是因为车上有病人 要及时赶去医院呢 当然实际情况未必是这样 但是想象全新的可能性 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而不是执着地认定 对方是在挑衅你 能让你保持宽容 回归平静 第二种方法 是及时转移注意 你可以离开 引发负面情绪的环境 等待肾上线 涌动慢慢消失 生理水平恢复寻常 简单来说 就是在情绪爆发的时候 摆脱眼前这个人 甚至眼前的这个地方 去别处转转 主动寻找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避免敌对想法升级 比方说 如果你对伴侣生气 或者因为孩子的成绩而焦虑 在发火 甚至做出进一步激烈举动之前 可以穿上鞋子下楼走一走 暂时离开家庭 想想其他的事情 或者去图书馆 去看场电影 分散一下 千万不要认为 把情绪宣泄出来 会让自己好受一些 很多的实验已经表明 宣泄不仅不会舒缓 负面情绪 反倒会加剧愤怒和焦虑 因为当你想去宣泄的时候 就已经唤醒了 主导情绪的边缘脑 后面再想调动理性 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更好的办法 是及时转移注意 等到控制住情绪 再去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办法之三 是积极主动质疑 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 说有一位女士因为失业 没有了医疗保险 感到巨大的压力 经常头疼 还幻觉自己脑子里长了肿瘤 精神病学家 把这种现象称为情绪躯体化 意思是 人们会把情绪上的不适 误认为是身体上的不适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积极主动的去质疑自己的负面想法 比方说 你可以问自己 我担忧的主要是什么 我担忧的可怕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吗 有没有什么办法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 能不能采取什么建设性的措施 一直焦虑和抑郁真的管用吗 当你主动开始思考这一系列问题 就能引导自己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 不再担心自己脑子里有没有肿瘤 而是着手准备去找下一份工作 只有在根源上解决问题 才能真正摆脱负面情绪的困境 那光是摆脱负面情绪还不够 高情商还需要第三种能力 自我激励的能力 激励自己的乐观情绪 我们来看看具体怎么做 作者同样给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学会延迟满足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 做过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实验者奖励四岁的孩子一颗棉花糖 告诉孩子 你可以选择马上吃掉它 也可以选择等我办完事回来再吃 那如果你愿意等我回来 我就会再奖励你一颗棉花糖 有些孩子选择了立即兑现奖励 另一些孩子选择了延迟满足 十几年过去后 研究者回访就发现 延迟满足的孩子明显更加自信乐观 面对挑战也不会轻言放弃 而只拿一颗糖的孩子 只要遇到压力就悲观沮丧 逃避退缩 停止不前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 要想走向成功 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至关重要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难免会遭遇挫折 该如何重振旗鼓呢 你可以告诉自己 这不过是前一颗棉花糖 继续坚持下去 后一颗糖很快就会出现 第二个建议 利用预期焦虑 也就是运用焦虑倒逼自己 更加勤奋努力 不善于激励自己的人 往往把焦虑变成一项认知负担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你越是担心自己的成绩 就越是影响考场上的发挥 这是因为 你把心理资源都用在焦虑上 用在思考和记忆上的注意力 就会大大减少 所以啊 而解不出原本会解的数学题 背不出原本会背的古诗词 但是呢 善于激励自己的人 不会被焦虑所困 反倒会利用预期焦虑 发挥焦虑的正面作用 比方说 面对即将到来的考试 他们也难免会紧张 但是呢 他们不会让这份紧张 出现在考场上 而是用紧张的感觉 来提醒自己 事先做好充分准备 从而取得更加满意的结果 所以焦虑不完全是坏事 适度的焦虑 有助于良好的发挥 关键是把焦虑用对地方 让它成为资源 别让它成为负担 第三个建议 进入涌流状态 这是自我激励的最高境界 涌流又叫心流 指的是 专注于当前任务的忘我状态 像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 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 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 都会进入涌流状态 要找到这种状态 一方面要全神贯注 从而在完成任务中获得愉悦感 另一方面要尝试略微地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任务 有挑战的事情 会更有效地激励我们 我们从自我意识开始 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 激发自己的乐观情绪 情商的前三个方面能力 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 高情商的第四种能力 如何认识他人的情绪 前面我们说了 认识自己的情绪 关键在于自我意识 认识别人的情绪 关键则在于同理心 同理心是一种能力 同理心强的人 可以凭直觉理解别人 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主观感受 这种能力的根源 可以追溯到婴儿期 科学家注意到 宝宝刚出生的时候 如果听到医院里 其他宝宝的哭声 自己也会跟着哭 一岁的宝宝 看到其他的宝宝手指受伤 就会把自己的手指 放进嘴里吸吮 仿佛自己也受伤了 看到妈妈流泪 也会跟着抹眼睛 由此可见 同理心起源于一种 对别人困扰的身体模仿 通过模仿 自己也会体验到 对方相同的感受 这种能力比同情心更加高级 同情心还是站在 自己的立场上理解别人 同理心更近一步 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感同身受 那知道了同理心的定义和起源 怎么来培养同理心呢 作者教给我们一个 心理治疗中的术语 叫做镜像 意思是不要忽略别人的情绪 要学会换位思考 跟别人进行互动 比方说 在亲子教育中 妈妈会通过镜像的方法 让自己和宝宝 互相理解对方的感受 当宝宝感到快乐的时候 妈妈可以轻轻摇晃摇篮 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以此来肯定宝宝的快乐 在孩子犯了错误的时候 比方说 孩子站在超市购物车上 伸手把货架打翻了 那作为父母 你不能只是责怪说 你真淘气 而应该提醒孩子换位思考 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他 这种淘气行为 会让管理货架的阿姨很恼火 就像有人把你的玩具 弄得满地都是 你也会很生气 对不对 这就是用镜像的方法 塑造同理心 反之呢 情绪忽略 甚至情绪虐待 会削弱人的同理心 比如研究表明 很多性质恶劣的暴力犯罪 共同之处 都是童年生活在孤儿院 或者被家庭虐待 这样的经历 就导致他们成年之后 紧张冷漠 喜怒无常 作者在书里 讲了个真实的故事 说明同理心 是如何影响别人情绪的 说呀 某天晚上 在日本的街头 有一位罪汉 发酒疯 要出手伤人 这个时候 有位老人亲切地走过去 笑着向罪汉招手 让他过来 罪汉怒气冲冲 大步向前 老人问他 你喝了什么 罪汉怒吼道 我喝了清酒 关你什么事 老人温和地说 真是太好了 我也喜欢清酒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事里 两个人从清酒 一直聊到兴趣爱好 工作和家庭 直到最后 罪汉痛哭流涕地抱着老人 诉说人到中年 自己身上的压力 和内心的痛苦 就这样 一场街头闹剧 被老人的同理心 轻松化解了 从上面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 老人没有通过 讲道理的方式 制止罪汉的恶行 而是运用了同理心 站在罪汉的角度 换位思考 密切关注罪汉的情绪 用喝清酒 这个共同的兴趣 作为饮子 进入话题 一直说到 罪汉的工作和家庭 最终安抚了罪汉 让他放下敌意 这说明 同理心不仅能帮助 我们理解他人的情绪 还能影响他人的情绪 进而帮助我们 管理好人际关系 最后 我们讲高情商的 第五种能力 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我们来说 两种最典型的关系 一是在生活中 和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们具体关注 如何化解冲突 二是在职场中 和下属之间的 上下级关系 我们具体关注 如何进行 有效的反馈 先说前者 柴米油盐的生活当中 摩擦在所难免 我们经常会看到 因为一点小事 丈夫就坐在阳台上 抽烟生闷气 妻子在远处 唠唠叨叨地批评丈夫 面对冲突 男性容易采取 消极作对的姿态 向内攻击自身 而女性则容易 牢骚太盛 向外攻击他人 事实上呢 这两种处理方式 都缺乏同理心 无助于解决问题 作者呢 提供了一套方法 叫做XYZ法则 简单来说 要维护好亲密关系 遭遇矛盾的时候 既不能像丈夫那样 闷着不说 也不能像妻子那样 宣泄抱怨 应该采取这个句式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你听一下 当你做了X 我感到Y 我希望你转而做Z 那举个例子 当丈夫因为在公司加班 推迟了与妻子的约会的时候 妻子不应该大声抱怨说 你真是个自私的家伙 而应该遵循XYZ法则 说三句话 第一句 你没有提前告诉我 你会因为加班 推迟我们的晚餐 这是X 第二句 你让我感到不被尊重 我有一点生气 这是Y 第三句 希望你下次加班 可以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告诉我 你会晚点到 这样 我可以逛逛饭店旁边的商场 一边逛街 一边等你 这是Z 那像这样 开诚布公的交流 换位思考 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对方 或者为自己辩护 围绕问题 展开讨论 而不是上升到人身攻击 这才是用同理心 处理亲密关系的艺术 那说完生活中的亲密关系 我们再来说说 职场中上下级的关系 有效的反馈和交流 是企业的血液 只有表扬和批评都到位 员工才能不断升级自己的认知 提高工作的效率 但是呢 很多管理者 其实不会做反馈 表扬的不好 下属骄傲自满 批评的不对 大家不欢而散 那职场中如何运用同理心 进行有效反馈的呢 作者提了三个建议 一是要当面反馈 只有当面表达 才更容易从员工的声调 姿势 面部表情 发现他们情绪的异常 二是要具体反馈 不要只是简单的说 员工做得好 或者做得不对 而要说员工 具体是在什么事情上做得好 什么事情上做得不对 比如说你可以说 我注意到 你最近总是提前来公司 规划一下当天的工作 这是很有效率的表现 或者说 从打卡记录上来看 你这个月开会经常迟到 这是对参会人员 不尊重的表现 三是 要有改进意见和解决办法 就是说明 做得好的方面要怎么保持 做得不好的方面要怎么改进 比方说 针对早上提前做工作计划的员工 你可以说 希望你继续保持 并且把这套高效的时间管理方法 分享给公司其他人 针对开会总是迟到的员工 你可以说 下次可以多挑几个闹钟 甚至你可以指派 让他来主持下周的晨会 赋予他责任感 总结一下 有效的表扬和批评 需要满足三个要求 当面 具体 有方法 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员工的情绪 帮助员工有针对性地做出改进 那说到这里 情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呢 我们介绍了情商这个概念的发展历史和理论基础 这跟我们大脑的生理结构有关系 在很多时候 主导情绪的边缘脑会先于主导理性的心皮层接收到信号 这就导致我们被情绪冲昏头脑 要管理好情绪 就要培养高情商 接着我们讲了想要提高情商 就要提高五个方面的能力 认识自己情绪的能力 管理情绪的能力 自我激励的能力 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 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通过提高五种能力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也管理好别人的情绪 才能真正成为高情商的人 如果说智商能衡量一个人的潜力 那么决定这份潜力 往什么方向发展的关键 就在于情商 时至今日 情商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 培养高情商也成了人生的必修课 好的 情商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